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較早時有德國的媒體爆料 說中國外交官主動聯絡德國的政要 想借人家口稱讚中國的防控工作 原來這個未必是特例 可能中國外交官慣常都是這樣做 最新又輪到美國的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斯爆料 他今天說到 在2月26日的時候 收到中國領事館的第一封電郵 他當時就留意得到 這封電郵是來自hotmail的 他就懷疑 可能有人惡作劇 怎會要求自己稱讚中國那麼笨 接著他就沒有回覆這封電郵 一直到3月10日 這位羅斯議長 又收到第二封電子郵件 於是他的辦公室職員就開始跟進 運用政府的渠道確認得到 原來這兩封電郵的確確是中國外交官發出 為何他們會使用hotmail 這些外交官聲稱 使用私人的電郵帳號 傳輸速度比較快 羅斯議長就說 當他知道了實情以後 差點就氣死了 因為當時剛剛線這個疫情就在威斯康星州出現 他就向中國領事館覆了一個字 就是白癡 到了3月26日 這位羅斯議長 在州的參議院提出了一個決議 標題就是確認中共故意誤導全世界 並堅定聲援中國人民以譴責中共 在這個決議內文當中 羅斯議長 引述了中國領事館當初希望他宣傳的造假語句 那句是怎麼寫的呢 就說中國一直透明 而且迅速地 與世衛組織以及國際社會 共享病毒的關鍵信息 從而為其他國家創造了及時做出反應的機會之槍 難怪羅斯議長經過彈氣 原來你們一早就想他講出這句話 根本和事實就是大相敬庭 人家作為一個民選的州參議院議長 怎會說得出口才行 更何況就是當時威斯康星州的疫情 都發展到恆恆恆 你還弄兩封電郵去叫人家幫你中國刷鞋 人家當然是激上心頭 於是他就在州參議院裏頭 遞交了這條議案 羅斯議長還說到 他知道美國目前 出現了一些針對亞裔的言論 故此他強調 必須要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區分過來 他要聲援的是中國人民 希望他們能夠自由地生活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 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之一的繼承者 但是過去70年來 被殘酷而壓迫的政權當作是人質 故此威斯康星州將會聲援中國人民 進而譴責中共 其實那些中國外交官都是自取其辱 人家要稱讚你的時候 一定要發自內心才是真誠和有價值 當然是你主動發電郵給別人 還要把那句語句都發給別人 你照跟著說 那個是美國 這些是民選的州參議院的議長 不是Lulu 不是你自己內部的小粉紅 你弄一句話給他對鏡頭照讀 是不是當人傻 現在人家還把你那句話彈出來 你說多麼難受 其實也是反映得出 中國的大外宣 是很急需 一些外國的政要來支持 才能夠繼續推動 所以他就周圍 弱石亂頭 他就周圍像魚翁殺網式 去撈取外國政要的支持 德國的外交官又整封東西過去 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州參議院議長又整封東西過去 看看哪一個愚蠢上當 他就有得益 其實都不是沒有人上當的 其中一個我們在節目當中經常提及到的 就是塞爾維亞總統的姆薛奇 加斯原來在貝爾格萊德的街頭上 很多是稱讚中國 感謝中國的巨型海報廣告牌 到底那些廣告牌是寫什麼呢 當然他寫他們當地的文字 我不會看的那些斯拉夫文 但是 大致標題寫著六隻中文字 簡體 叫做感謝你 習大哥 而且有習大大的肖像 後面就以五星紅旗作為這個背景 這個武薛奇 真是懂得做 是不是 竟然間 對於中國 極盡擦閒之能事 真是 看你被中國碰到的 其實就是國取所需 你武薛奇總統 稱讚中國 天上有地下無 不僅是你本人 走去親吻五星紅旗 現在連整個首都的街頭 都樹立 感謝你 習大哥的廣告牌 其實就是要為中國 塑造這個 救世者的形象 總之 說到中國是慈悲為懷 滴水之恩湧泉以報 中國當然會做 你蔡爾維亞有什麼需求 你要什麼醫療物資 要什麼醫療隊伍 馬上送過去 蔡爾維亞那裏 至於那些中國外交官 喜歡用私人的電郵帳號 其實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進可攻退可守 現在被人踢爆了 中國又可以抵賴 這些是外交官自己私人的通訊 跟官方無關 又可以 比如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開了Twitter的帳號 走去大肆地批評美國 然後 瘀了 衰了 這是他個人的言論 在Twitter那裏 不代表官方的立場 他們就是喜歡玩這一招 但是到底美國 吃不吃這一套 另作別論 人家似乎都不理睬你 總之確認到這個人是官方 他就當你是官方的訊息 接著又說說另一件事 關於新加坡和台灣的口水戰 原來新加坡總理夫人何貞 早幾天在Facebook那裡 轉貼了一則新聞 關於台灣捐贈一百萬隻口罩 給新加坡 他就留了一句 嘖 於是引發了很多網民 洗版 到底 何貞是不是 覺得是不屑 這些捐贈 還是不領情 還是怎樣 好了 昨天何貞修改了那個貼文 並且對台灣表達了感謝 好了 今天 這個凌晨時分 何貞再在Facebook那裡貼了一篇貼文 首先他用英文寫上 多謝大家 鍵盤上的手指活動就夠了 口水戰也引發了很多怒火 現在我們面臨著很多共同的挑戰 即使有人跌倒也好 但是也有人可以跨越這次洪溝 跟著他就用中文寫了 謝謝台灣的朋友們 朋友就是朋友 大家保重 明天會更好 加油 即是向台灣 伸出橄欖枝 試好了 總之多一試就不如小一試 大事化小小事化毛就最好了 即是口水戰要停 好了 那些網民可能有些又不領情 繼續在這裡洗版 但是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就有這個氣度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新加坡總理夫人已經發文感謝台灣 其實新加坡和台灣感情很好 人民之間有著非常綿密 往來的兩個國家 我們很珍惜這份感情 新加坡現在都受到疫情的衝擊 我們盡全力能夠幫忙的地方 一定會幫忙 就好像平時很多時候 新加坡也會幫我們忙一樣 我就覺得 既然新加坡總理夫人 已經表達了謝意 大家就不用再在這件事上做負面文章 其實這些都是真摯的感情 我們都很珍惜 兩國一起抗疫 等到疫情早日過去才是正路 大家就看得出 這一種的表達是多麼大方得體 而且又是 夠謙卑和恭敬 就不像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一樣 這樣一味懂得潑苦麻街 或者外交部的駐外機構 一看到哪一個外國政要 寫一些東西自己不適合 就馬上連續幾天發表幾篇的聲明出來 對他進行斥責 其實哪需要這樣做 不需要是財大氣粗 不需要是恥強凌弱 好像蘇貞昌院長 就差不多了 人家說了他 在網民洗版以後 他既然都已經表達了借意 那就無謂讓人難下台 這些就是你好我好 這些才是華人 傳統以來的處事之道 就不像大陸的外交官 整封電郵過來給你 你照著來都去說 你要稱讚中國 當時有何貞 稱讚台灣 送這些口罩 他相信沒有收到台灣外交部的電話 我也不相信台灣會這樣做 所以這些就是天淵之別 處理這些事件的手段 要展示出那種胸襟和氣道才行 就不像大陸的外交官 簡直一塌糊塗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